美女卻 那个男生我也没有见过面 他到海外就认识了 他说 妈我如果去 我现在有人这样在追我 我不去读书你会失望 我还是跟他讲 你自己觉得适合 这要紧是你自己的事 我还是 因为他已经30多岁了 我想 尤其在当空姐做这些事情 是他阅历很多 我觉得我也相信他 你自己看 你觉得适合那无所谓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是这样跟她讲